这是当年惨遭封禁的动漫之一 在那个冷番神座的时代 东京按压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热血纯爱粉 主角是所有阴阳师中的天花板 却被封印成没有灵气的少年 丧失记忆的他就是别人眼中的摔倒 却在阴阳师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是女孩北斗的死去 让他重返阴阳师之路的剧情展开 当天下课的主角春虎 每天都被妹妹贴贴 少女叫做北斗每次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春虎的事业里 春虎也已经习以为常 而旁边的志友阿东只能当个电灯炮 北斗每天都会劝导春虎 希望他成为一个阴阳师 可春虎却一直在逃避 他作为阴阳师的名人世家 安倍秦明的后代不应该这么自甘堕落 因为春虎自己感觉不到灵力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见鬼的能力 他认为自己就是废财 毕竟自己的土育门家族已经有继承人了 让他想到小时候自己和某人约定过 不过北斗并没有灰心对春虎的鼓励 阿东也相信春虎能成为阴阳师 片刻后 这个想法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犹豫了周天半 可却在这时 一位清纯美少女走在天桥上 他的帽子被一股青春吹飞了 春虎已经被他吸引住了 对方正是家族的继承人土育门夏女 童年的记忆一闪而过 夏木脸红了 而他正是本剧中的女主 两人已经好久没有说过话 不擅长交际的夏木几乎没有朋友 唯独春虎是个例外 因为家规的原因夏木平常都会女扮男装 而这次他却是少女的模样出现在春虎的面前 可春虎却是傲娇了 此言一出却让夏木愣在了原地 或许这就是直男吧 夏木说自己以后一个人会守护好整个土域门家族 气呼呼的他说完话本想离去 可春虎却是无语了 没过一回 眼前的夏木十分尴尬走到了春虎的旁边 回到刚端位置 拿起自己的手提包 好家伙这么可爱的青梅竹马 只有春虎感觉不到可爱 当天晚上正是庙会 春虎正为今天的事情而烦恼时 北斗却穿着和服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而春虎却觉得他穿的是浴衣 没想到春虎却脸红了 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妖娇且拉斯的萝莉舔着棒棒糖出现了 这个不穿杜兜的女孩是整个庙会最亮的仔 卖着妖娇的步伐且拉斯的舔着棒棒糖 只要一张黑卡就能买下庙会的所有东西 为了完成自己的目的 他准备掳走男主的同时 突然做了下核酸 而这一幕就是为了让喜欢男主的少女看见 当少女看到喜欢的男孩被别的女孩亲了 愣住原地的北斗流下了眼泪 就在刚刚 拦住春虎在挚有阿东的陪同下 看到穿着和服的北斗 春虎脸红了 途中北斗看上了庙会中间的礼物盒 他想让春虎赢下奖品 无奈之下春虎只好答应 看着春虎的设计操作北斗也密之脸红了 聚精会神的春虎准备叙事待发 忽然北斗用了温柔的话语对他小声说道 春虎下意识间扣动了扳机 打中了礼物盒 反应过来的春虎也是满脸通红 然而北斗只是看上了榜里盒的神 然而另一边 一位罗莉出现在庙会中 舔着且拉斯的棒棒糖 迈着妖娃的步伐走在人群中 而此时的春虎和阿东来到庙会的山上 看到北斗挂上了自己的祈愿牌子 当春虎看到他的牌子上写着 希望春虎可以成为阴阳师 然而男主春虎已经对阴阳师没念想了 变成废物的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如果他成为阴阳师 就会破坏三人无忧无虑的日子 春虎脑海里想到那个声音 直接把北斗的祈愿牌砸掉 或许自己有点过分了 此时的北斗感到十分委屈就跑掉了 这吵架就有点像妻子为了劝丈夫去工作 简单来说确实春虎颓废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叫住了春虎 是刚刚那位舔着棒棒糖的女孩 而她正是十二神将中的阴阳师叫做林露 并且表明目的 她就是为了男主而来 为了施展土玉门先祖夜光的术事 那是可以复活死人的大咒术 可是春虎并不是土玉门的继承人 下一秒 远处就冲出几辆汽车 林露的出现引来许多搜查官的注意 搜查官立马丢出符咒 在天空施展巨大结界 反观林露却一点都不慌 直接在众人面前放出阿修罗试神 本以为是大开杀戒 却没想到阿修罗拿出一根黑色长条的蛋糕 在搜查官面前表演了下自己怎么吃甜品 只见阿修罗的手臂中发出符咒 将周围直接包裹起来 随后将林露覆盖在裙底下 当搜查官反应过来 符咒开始迸发出强大的水流 地面已经被洪水淹没 所有人全部被卷走 一瞬间又恢复了平静 然而男主春虎却出现在阿修罗的手中 可却在这时 北斗赶了回来口中说着春虎的名字 林露才得知道眼前的男人不是土玉门下木 便放下狠话 让春虎去转告土玉门下木 不然就会给春虎施加酷刑 林露以为眼前的少女是春虎的女朋友 下一时间脑海便有了大胆的想法 当着北斗的面前对春虎做了核酸 看来这就是主角的命吧 随后林露就拍拍屁股走了 愣在原地的北斗流下了眼泪 刚当春虎不仅没有来追她 回来还看到这一幕 让她彻底破了房 女孩被贯穿了身体 男主只能看着女孩被掀飞 然而这个叫北斗的女孩一直喜欢着男主 她的胸口却是镂空的 男主抱着冰冷的身体 看着女孩消失殆尽 变成了一张符纸 而让女孩陨落的始作俑者 正是这位双马尾萝莉 没有灵力的男主 决定踏上阴阳师的道路 只因北斗亲眼看着那个萝莉 夺走男主春虎的出来 破防的北斗哭诉 对春虎说自己是错了 愣在原地的春虎不知道如何解释 在那之后北斗就没有来找过她 从志友的口中得知 春虎的土玉门家族 曾经有一位登峰造极的阴阳师 叫做土玉门夜光 在那个时代使用复活术式的泰山府军纪 用灵魂的方程式让自己获得转生 而昨天准备掳走春虎的双马尾萝莉 发现男主并不是土玉门夏目 所有人都认为土玉门夏目 是土玉门夜光的转世 就在这时电话响起了 本以为是北斗没想到却是夏目 随后两人就约在咖啡厅见面 男主并不知道夏目为什么蜜之脸红 没想到夏目居然知道他昨天发生的事情 春虎询问夏目为什么知道林路 而林路就是昨天那位舔着 棒棒糖且拉丝的双马尾萝莉 厉脸慌张的夏目只好解释那位少女 是十二神将中最年轻的阴阳师 自己怎么可能不认识 春虎认为夏目应该回到东京 土玉门祭坛就由他来守护 突然春虎感觉自己的肚子有点不对劲 跪倒在地的他感觉有什么东西藏在他嘴里 夏目本想关心 春虎却在这时吐出黄色的符纸 随后在空中演变成一只大黄蜂 没想到却是往夏目飞去 反应不过来的夏目直接被大黄蜂盯上 夏目的身体一瞬间失去了力气 此时春虎连忙抱起夏目 只见大黄蜂却是往窗外飞去 原来刚刚的大黄蜂把夏目的灵力吸走了 于是两人准备打车回到家族 春虎才意识到 昨天林路恶意对他亲了一口 原来是趁机把事神放在他口中 看来得到夏目灵力的林路 可能要去自己家族的祭坛 当春虎正在拨打电话 外面墙壁却突然迸发出水 车辆刚好被水流打倒 已经被许多搜查官包围 他的手上正握着那只大黄蜂 被包围的林路并不甘心 他准备召唤自己的人造人士神 一只黑蜘蛛从卡车内缓缓爬出 搜查官派出的士神 拿着小拳拳砸着黑蜘蛛的庞大身躯宛 宛如刮沙 然而一瞬间 那些搜查官的士神就宛如破铜烂铁被砸废 黑蜘蛛再次吐出蛛丝 将在场的搜查官捆绑住 他们的灵力正缓缓被吸走 而这一幕都被春虎禁收盐 战斗结束 只见林路捂着手上的大黄蜂暗暗说道 却在这时听到电话声 地旁的春虎只好现身了 春虎刚刚偷听到林路想复活他的哥哥 表示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林路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不懂他 自己从小就遭受各种实验 他才当上了十二神将 而他哥哥就是在实验中被父母梦死的 他现在要用土玉门的灵力来施展泰山土军纪 他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哥哥 春虎对此感到很无语 即便这样做林路的哥哥真的愿意吗 话音未落 一个藤蔓束缚住了林路的大腿 背后的搜查官再次起身 将林路撂倒在地 而这下把林路惹恼了 黑蜘蛛也彻底发狂 眼看往搜查官方向冲去 当春虎看到搜查官有威胁 身体的本能却做出了反应 黑蜘蛛的力爪已经向他袭来 可却在这时 一个身影跑了过来 春虎觉得自己死定了 然而力爪降下的那一刻 他看到却是北斗挡在他身前 只见北斗被利爪贯穿了身体 临死之前在对方的手臂上 画上了五只真言 黑蜘蛛也遭受到了伤害 北斗却是被掀飞了 摊在地上的林路却是一脸茫然 没有灵力的男主 只能抱着北斗冰冷的身体 北斗临死前还跟春虎告白 随后消失在空气中 化为了一张符纸 背后的林路却不以为意 这一刻男主对他感到十分厌恶 女孩拿着刀割开自己的樱桃小嘴 接着再用舌头在男主的身上 画上五角星 从此男主就成为女孩的侍神 眼睛甚至可以看到灵气 这一刻男主终于可以实现 自己阴阳师的梦想 也完成对女主小时候的约定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女孩北斗的消失 让男主的信念死灰复燃 杀死北斗的人 是十二神将中的阴阳师 当时没有灵力的 他根本打不过对方 看到男主是小菜鸡 林路表示这次就放了他 狼狈的男主拎着大鱼走回家 他感到自己特别的废物 一路上男主跑到了家族领地 推开门就看到了女主夏木 他决定成为夏木的侍神 而下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开头的那一幕 为了阻止林路 两人骑上了白马 准备前往家族的祭坛 这匹白马正是 土玉门家族世代的侍神雪峰 男主第一次感受到阴阳师的世界 然而另一边的林路 已经在祭坛上准备好了一切 拿着土玉门的灵力 准备施展泰山府军纪 复活自己的哥哥 男主春虎和夏木 骑着雪峰赶来了 林路已经派出了自己的黑蜘蛛 突然黑蜘蛛的尾部 喷发出无数蛛丝 一瞬间结界笼罩整座山 雪峰在空中根本无法接近 而林路现在施展的复活术 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可林路依旧执迷不误 再次召唤出人造人的阿修罗 此时的他们已经被两面夹击 天上有阿修罗 地下有黑蜘蛛 只见黑蜘蛛的利爪呼啸而来 反应过来的男主 抽出腰间的长剑 一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直接将利爪击碎 面对敌方的围攻 作为土育门的夏木只顾着骑马 男主只能享受途中的满阵 黑蜘蛛都看不下去 再次发射了蛛丝 阿修罗也发动了斩击 虽然都没有命中 不料男主却失去了平衡 掉落在高空中 他听到了北斗 月光下突然出现一条龙 将坠落的男主接住 反应过来的男主 询问夏木这条龙 为什么叫北斗 夏木只好解释 这是土育门家族的守护神 是真正的一条龙 因为夏木完全还没学会 控制好他所有 一开始就没召唤他 其实那个女孩就是女主的侍神 而北斗就是这只龙的名字 男主并没有想到 不料北斗的飞行速度过快 男主根本抓不住 又体验一次高空坠落 不过幸好被夏木接住了 北斗则是和阿修罗开始了追逐战 随后夏木用兰花指 在嘴唇割开了一个洞 将血液抹在了剑刃上 长剑解除了封印 可以获得地势的力量化成了破敌剑 而他们策略方式也改变了 就在这时男主跳下马 对着黑蜘蛛发起进攻 只见在男主奔跑的途中 手中挥出充满灵气的破敌剑 这一击要是打在傻逼身上 恐怕也是吃不消 然而却是男主把持不住 不过好在灵气也是打在了黑蜘蛛身上 猪网结界被破坏了 两人准备前往山顶 没想到黑蜘蛛还会自我修复 为了不让男主妨碍灵路开始往山顶奔来 眼看距离不到一米 下一秒 北斗却再次出现 那只阿修罗直接被咬碎 没想到他们已经来晚了 灵路的祭祀仪式已经完成 那只大黄蜂潜入了男孩的身躯 天空中冒出一个金色的光束 男人每天都要抚摸狐神的尾巴 甚至还想看看尾巴是怎么长在屁股上 然而下一秒 男主就大宝眼福了 别看狐神现在是幼女形态 如果稍微再成长点的话 还可以变成绝世欲解 这对于没有灵力的男主 简直就是大宝贝 两人的出自见面是在男主的寝室 无神明叫阿空 而真实身份是传说中 最强阴阳是夜光的世神 但是这些男主都不知道 而阿空一直在隐身暗处默默守护他 然而话音刚落 阿空立即表演了隐身术 但是这些还不足挂齿 硬要说其他才一的话 那就是拿着自己挨刀抹上敌人的血液 画风突变的阿空让男主有点慌 阿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派上用场 说着尾巴和耳朵便摇了起来 男主见状之不满足一下他的癖好 摸着阿空的头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他真是服了 尾巴更是让人无法自拔 殊不知阿空已经害羞不已 可没想到男主提出的尾巴 是怎么长在屁股身上的原因 阿空不知道怎么解释 随即一番耳听不如眼看的操作 让男主沉默了两秒半 然而就在这时 门被推开了 这尴尬的一幕被青梅竹马下木尽收眼影 阿空直接当场去世 只见昏厥的阿空倒在男主身上 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男主连忙提起阿空的苦茶 醋坛子打翻的夏木 便对男主这个变态实施制裁 没有灵力的男主 为什么会成为阴阳师 这就要从十二神将中之一的林露 为了复活他的哥哥说起 林露施展的泰山五军记失败了 随后男主从夏木那边得知 帮他挡下致命攻击的男孩北斗 是一位是神 说明真正的北斗并没有离开人世 有人一直用北斗的身份接触男主 然而殊不知施数者 眼在天边近在眼前 男主便决定去东京的魔法学院 成为阴阳师 看到夏木把他绣发绑了起来 因为家规的原因 自己必须打扮成男孩 他没想到阿东也跟男主一起上学 虽然他没见过阿东 但是下一秒就喊出阿东的名字 春虎则是疑惑了 随后阿东说出意味深长的话 并没有拆穿夏木就是北斗的身份 只是让男主看着夏木绑头发的断带 这不就是自己之前帮北斗赢下的礼合断带吗 他是全班唯一最弱的小菜鸡 没有灵力的他却成为魔法学院的转校生 一眼望去就看到自己的青梅竹马 可下一秒就遭到大欧派妹的反对 认为男主这个黄毛是来自名门贵族的土育门 所以学校才会对他开放这种待遇 则话一出却让青梅竹马的女主感到满面 侮辱自己土育门家族就算了 实则内心在暗骂这个臭婆娘贬低我老公 本就沉默寡言的夏木让欧派妹羞脑 两人在众人面前直接放电 随后男主得知大欧派妹是来自超级名门的仓桥世家 魔法学院掌权者是他的奶奶 父亲更是阴阳厅长 是曾经最强阴阳师土玉门夜光的转世 所以在同学眼里女主下目就是男生 这件事只有男主知道 可上了两节课后男主很快就烤了鸭蛋 女主也是服了 表示晚上来我房间特训一下 拍着男主肩膀要用一些不用睡觉的咒诅 让他在房间被舒染添斑 可上课男主却感到很无聊 被老师点名的男主又被大欧派妹针对 认为跟不上脚步的人就应该被抛弃 说男主会给同学添麻烦 男主却是这样回答 文言下目却是心动 欧派妹认为班里全是精英 认为男主不配和他们一起上课 下一秒自己就被撂倒 男主则是一个脑瓜绷打在阿空身上 不老实的阿空平时跟他说话吞吞吐吐 没想到今天居然如此反逃 随后欧派妹也召唤出自己不反类的士神 很明显要来一场单挑 大有老师见状要不来一场士神比赛如何 很快男主穿上了护具和木刀 准备跟欧派妹决斗 打的不是欧派而是后面两位是神 战斗开始 男主率先发起攻击 反应过来的欧派妹发动术士技巧的 男主输出全套 然而话音刚落 自己的木刀就被盖帮的士神 毫无招架之力的男主 可是被一起踢飞 虽然战斗输了 但是男主却成为了班里的相波 当女人喜欢女人究竟会爆发什么样的修罗场 被外界称为最强阴阳师转世的女主 背负整个家族的厚望 还要以男生的身份存活于世 唯独作为青梅竹马的男主知道她是女生 这天欧派妹偷偷约着男主出来 为了昨天针对男主的事情而盗窃 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女主夏木注意到她 因为小时候欧派妹和女主夏木做过约定 而夏木并不记得 有了男主的存在欧派妹的爱情注定谈可 因为男主和女主是世神关系 传言身体和心灵几乎连在一起 欧派妹感到很羡慕 这不禁让男主感到害羞 连忙解释自己和夏木没有关系 男主真是服了 虽然自己不可能说出夏木是女生 只能说欧派妹的脑子肯定被袖斗了 两人偷偷在楼梯谈话就像是打情骂俏 而这一幕刚好被女主夏木撞击 醋意大发的她认为男主在撩妹 男主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表示自己和欧派妹和解了 可夏木的脸却黑了 抱怨男主考了鸭蛋 有时间还不学习居然和欧派妹闲聊 有时候还和班里的妹子们产妹逢明 表面上说是让男主成为阴阳师 实则是自己吃错了 说着便流下了眼泪 男主却是戛然而止了 只好走到女主身边 本想施展摸头发哄哄她 忽然 夏木推开了男主 墙面发生了暴炸 只见夏木被一股黑雾所笼罩 男主想伸出手 想拉过来可却是被烫伤了 对方自称是北辰王 是前世最强阴阳师夜光的虫带者 简单来说就是夜光的信徒 被称为夜光转世的女主 就是他们的目标 眼镜男按照老师的吩咐 把法杖给了男主 做好营救夏木的准备 然而与此同时 夏木身上贴满了符咒 看到一位男人向他走来 他们虽然是阴阳厅的正牌咒搜官 但是为了追求夜光大人阴阳学的精髓 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 痴狂的男人对着女主留下了哈喇子 被五花大绑的夏木 正是他们觉醒的目标 然而下一秒 远处的黑雾就被反弹了回来 男人从胸口中拿出一张符纸 仅仅是两秒半就化解掉了黑雾 是男主一行人赶到了 随即男人再次丢出一张符纸 他要让夏木看看自己实力 和现实的伙伴有多少差距 黑雾显现出一只是神 正是土玉门夜光的意识的 两名护法绞型鬼 欧派妹一下就认出 这不是真正的绞型鬼 毕竟活了上百年的鬼 应该会发生外观变化才对 忽然 绞型鬼一拳其来 男主的法杖却是抵挡住 拥有骤力的法杖一下就禁 随即欧派妹就召唤出 自己的两位护法 黑风和白风发动为角 让绞型鬼失去行动能力 紧接着再用雷电扶动 让对方瘫倒在地上 最后男主直面俯冲 拿着法杖对绞型鬼 用准硬金脑瓜疯 然而不料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无感 绞型鬼面具却是破碎了 众人感到大事不妙了 这让绞型鬼解除了封印 男人表示绞型鬼发起封来 自己也控制不住他 迈着妖劳的步伐慌忙而逃了 同时女主下目恢复了行动能力 召唤出土玉门的守护神北斗 只见北斗却是一口 将绞型鬼给搜好 这对青梅竹马也太奇葩了 只因两人没有约会成功 男主就把女生带到小旅馆 虽然怀疑男主这是故意的 但是我没有证据 这让女主下目感到无比的紧张 不知道下一刻就要发生了什么 而男主已经躺在了床上十分悠哉 看到害羞的下目打了哈欺 文言男主机会却来了 这要感冒可就不好了 便叫下目快去洗漱 男主还自我解释了一波 表示自己并没有歪心思 没想到下目却同意了 反正身体也被淋湿了 然而下一秒 狐狸阿空却突然出现 显然是不想让两人做抬枪演练 虽然自己隐身暗中观察 言语中差点揭穿男主的坏心思 而其实语气也带着一些粗语 而阿空前世是男主的追随者 但是男主的记忆好像被封印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而与此同时 阿空检测到敌人的视神在接近人 原来是同班同学的欧派妹和眼镜男 寻查到男主和夏目 有可能在小旅馆搞什么小动物 疑惑的是两个男生 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而且听说学院两人在一起传言 虽然他们不知道夏目是女生 此时的男主确实猴急了 被发现的话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然而夏目表示不要黄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大有老师却出现了 同学们便把寻找男主和夏目的事情说了出来 高级搜查术他们又不会 作为班主任他倒是愿意住 话音刚落 就丢出搜查男主踪迹的高级服 此时的女主夏目为了不让同学发现他们 便布置了结计 他已经想好了对策 然而两分半后 夏目却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众人却疑惑了 就在刚刚 阿东得到男主的求救 于是就来到小旅馆 接着夏目就穿上了小短裙和墨镜 顺利逃出生天 而阿东作为男主的好基友 显然看透两人的小动作 这让夏目害羞不已 随后男主及时赶到 开始他的奥斯卡演技 没想到身后的阿鹏 拿出男主在小旅馆掉落的东西 话一出 众人却震惊了 他们认为男主和自己的事实 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毕竟上次在宿舍 模糊里的尾巴已经传开了 男主却是解释不清了 想让夏目就他一想 没想到他却是撇清了 身后的阿空却是脸童了 这下男主恋童的癖好 也尘埃落定了 对此男主真是无语了 殊不知一场更大的阴谋 即将展开 这部动乱是当年阴阳诗的天花板 在上映了两年半后惨遭风景 凭借热血的术式风格 吸引无数观众 然而没想到一部日慢讲的 却是纯爱的剧情展开 其故事的发展 是在一所东京的魔法学院 咒树天花板的男主 用转生之法让自己重活一世 结果失败了 导致东京遭受巨大灵灾 可是人没想到的是 他已经转生到 土育门后四的体验 和男主一起长大的 青梅竹马女主下方 却被奉为家族的继承人 而没有灵力的男主 并没有觉醒前世的记忆 被认为是废物 因此被分配到分家 女主为了每天能和男主聊天 制造了人造式神北斗 为了学习 女主负责监督 准备在咒树橱灵上 让男主通过考试 可没想到的是 敌人的魔爪已经悄然逼近 学生们利用咒树压制仗器 唯独男主还在满地中 可没想到灵气的力量 居然在提升 此时东京的每处地点 都发生灵灾 老师们才察觉到不对劲 准备让同学疏散到安全中心 男主才意识到 自己的死党阿东 遇到这种情况 他体内的鬼肯定会失控 灵害正在不断地扩大 场上的灵灾害也突然动发 阿东身体更是不受控制 而女主下目却是施掌的咒树 将土玉门的守护神照化而出 只见金光四起 一只神龙将地上灵灾进化 此时阿东却命令男主快点离开这 他的身体快控制不住 天上的凶兽出现了 这可是阶段三的夜 一声怒吼就能让众人瘫倒在地 考官丢出符咒 将夜的怒吼打断 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当幼儿 让学生们快点撤离 阿空却察觉到了不对劲 凶兽好像在害怕 此时那位墨敬男却出现了 而他就是十二神将之一 顶紧一句严灵 就能让夜的怒吼无笑话 眼看夜知道自己不知道墨敬男的对手 开始往高楼逃窜 这种凶兽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随即口中念出不动冥王的火戒咒 火焰将夜彻底包裹 打在地面上 可位置却是欧派妹仓桥的位置上 幸好欧派妹在世神的保护下没有受伤 墨敬男得知仓桥是局长的女 而土玉门的神龙拥有者 可就在这十夜却在此站了 然而灵灾的事情墨敬男却不管 却对女主感兴趣的起来 认为是土玉门夜光的转世 可他们都错了 男主才是夜光的转世 当面制止墨敬男 下一命 守护神差点 随着灵灾不断地扩大 男主的自由也不受控制 体内的鬼受到了灵灾的造反 地坑中的夜症被灵灾吞噬 灵派迸发而出 那只阶段三的夜吞噬了胀气修复好的伤势 夜知道自己不是墨敬男的对手 乘着灵脉逃之夭夭 然而阿东却已经倒在了地上 墨敬男看到眼前的阿东 正是比叶还威胁了移动灵灾 这更加引起了墨敬男注意 说着便一脚将男主踢飞 随即抓起阿东的头颅 并称他围图 说他正是两年前灾害的始作勇者 作为十二神将的雏灵官 他不能放过灵灾的眼神 为了反抗 阿东的身体已经被鬼占据 变成这样的阿东 让男主想到两年前 受伤的阿东被男主的父亲收影 男主的父亲就是他的主治医师 当时阿东内心非常厌恶男主 把一切乌黑的感恩发泄在男子身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辞 两人却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此时的墨敬男却摊排 庞大的灵气掀起巨大的狂风 可突然 两只乌鸦出现了 他们也是阴阳厅的成员 现在最重要的是消灭阶段山的夜 紧接着 远处一个骑着摩托的男人也现身了 正是上次在电视中 秒杀巨大灵灾的男人 时间紧迫 墨敬男表示下次见面 男主和女主这些人没有毫补不吃 然而现在事情并没有结束 东京的每个地点都出现了灵害 变成鬼的阿东被送往治疗 当男主来到校长的办公室 一个噩耗传来 男主前脚刚走阿东的意识就回复了 并且逃出了学院 走在街上的阿东认为自己就是灾害 不能连累男主 被鬼占据的身体他已经没有感情 而此时男主也在大街上寻找阿东的身体 不小心撞到了陌生人 男主道歉了 可对方却不依不饶了 一个断臂男人却制止了众人的行为 让那些人害怕了便没有刁难男主 男人却知道男主在寻找什么 并说出了阿东所在的方向 然而男主并不知道眼前的人 正是前世的手下绞心鬼 很快 男主根据对方的指示 找到了阿东 他能感觉到对方鬼的气息 却依然用朋友的话语 劝说阿东回到自己身边 没想到他的情绪更加暴露 可这次男主却又没有灵力的身体 跟他硬刚 这头锤虽说造成了伤害 却是给阿东打懵了 随后在男主的嘴顿下 他的情绪还是依旧暴露 只要一拳就会把男主头颅打爆 男主却开始率先发起了攻击 小拳拳一直垂着阿东胸口 手无腹肌之力的男主 下一秒就被砸在了地上 可男主还是不放弃 随即阿东也彻底暴露 准备把男主的头颅打爆 然而一瞬间 自己的拳头却戛然而止 很显然阿东根本做不到 男主为了让阿东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 又开始了嘴顿之术 周着便给他吃了一个大嘴拳头 对此男主真是服务 忽然天上也出现了双头龙 正是男主前世的信徒所制造的恐怖袭击 女主和众人则是率先到现场帮忙 扶摩局甚至认为这只双头龙 随时可能变成阶段四的合成神 此时十二神将的墨敬兰却再次出现 口中念出不动名的火戒咒 火焰瞬间席卷双头龙的方向 地下的瘴气也突然迸发而出 幸亏在扶摩局入手和护卫下 女主夏目和欧派妹没有受杀 在场的除魔官开始纷纷出身 飞出的当任直击双头龙的方向 将对方翅膀摧毁 只见双头龙从高空坠里 然而逃走的叶再次出现在远处 体型还变大了许多 女主夏目渐转 连忙召唤土狱门的守护神北斗 将阶段三的叶吸引过来 双头龙也被封印在结界里 局势很快形成了一边倒 暗中观察的幕后黑手用掉 最后一张一杀 导致地下的灵脉突然爆发 结界内的双头龙快速修复伤势 甚至引发灵灾的阶段四 那只阶段三的叶也突然出现在后方 危机时刻 十二神将的穆次郎 已经骑上心爱的小龙头 然而另一边 吴玉门的守护神根阶段三的叶发生了战斗 穆次郎和夏目前往神龙的方向 男主却在这时出现了 这个男主可真是太不要脸了 每天都闻到女主身上散发醋子的方向 只因女主是家族继承人的原因 不得不在学校里干男装 而那天夜晚男主却不对劲 两年前咒术除灵灾害突然爆发 女主跟着扶魔局的前辈骑上了小摩托 刚好被男主撞见 发现制造灵灾的幕后黑手出现了 对方将一个白色的狼类弑神召唤出 女主为了男主的安危前去查看 目次郎前辈派着是神仙跟着女主 自己拖住这个幕后黑手 没想到魔物的手掌已经拍下 关键时刻是阿空挡住了 那渺小的身躯也快要消失 苏醒的阿东在院长的吩咐下 骑着白马前往男主的方向 他已经接受自己是灵脉的事实 宛如将他从这个世界上进化给 他是动漫里最受欢迎的小摩托 从今天起他成为了咒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男主看着台上的少女彻底愣住 这个转校生正是夺走自己出闻的女孩 可爱的外表下瞬间俘获众多学生的青睐 想到当初对方那两面三刀的面包 男主感觉这是假的 然而下一秒 这名叫做灵露的女孩脸盒呢 男主却是傻逼了 看到这个表情 他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拿起麦克风的灵露对男主 一瞬间男主成为学生们的交调 此话一出 男主却是哭了 同时全校男生也失恋了 这天男主就被校长女儿逼问 可恶的黄毛 很显然他也吃错了 更有许多同学在旁边吃瓜 他们想知道男主和灵露到底是什么关系 狐狸阿空也看不下去 然而苍桥却解释自己并没有责备男主 说出那位女孩跟男主接步 纯洁的阿空并不知道接尾是什么意思 好家伙 自己的是神爷测法 原来他也吃错 作为前世的追随者 他都没有这种待遇 既然男主不说 同学们便询问一旁看醒阿东 然而同学们的反应 直接把女主给惹恼了 吃错的女主把她拉到墙角 男主却表示这是意外 然而两人却不在一个频道 上次和灵露战斗时 女主穿着巫女的衣服 那自己的女扮男装 岂不是要被灵露知道了 在刚刚开学典礼上用了隐形术 所以灵露根本没有发现夏目的存在 男主表示包在她身上 然而放学后 灵露却是没影了 男主感到无比的偷偷 此时一位少女却打断了男主 男主表示自己好像没在学校见过这人 不管男主怎么询问 对方只说出了这几个字 原来对方是个幼女朋友 随后一个歪头杀了 赵女自称是学姐 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 很难看出她已经对幼女病入包慌 忍不住想要摸摸阿空 可男主觉得太奇怪了 随后男主路过图书馆时 却被灵露给教主 男主十分好奇 灵露为什么会来学校上课 只因上次的事情她还耿耿迷怀 灵露表示这是她对自己惩罚 并且还把一部分实力封印 她对女主夏木感到好奇 并且想认识一下女主 男主才意识到 灵露根本没注意到夏木的真实身份 并不知道她是女生 说着便拍拍屁股走人了 然而到了晚上 她就开始阴谋了 当初自己把男主最好的朋友给杀了 她来到学校的真正目的 就是让男主杀死自己 第二天 灵露作为学妹 居然跑来男主的教室 打招呼 男主也是十分热情 然而灵露却是小女人的姿态 让众人彻底惊呆了 男主却是下巴都要掉了 说着便拉着灵露走开了 而她真正的目的 只是为了赎罪 当初为了复活自己的哥哥 不仅把男主的好妹妹给弄没了 最后反倒是男主拯救了她 同学们甚至认为他们在谈恋爱 而女主为了不让灵露认出她的身份 开始了她的隐身术 他们的校园生活彻底被打乱了 在阿东的提议下 男主决定主动和灵露见面 请了她一顿秘质小汉堡 没想到这么大灵露从来没吃过这东西 嘴上虽然不要 下一秒就真香了 她看不懂男主为什么对她这么好 当初自己为了达到目的 做出那样杀人诛心的事情 虽然一直陪伴男主的北斗是试神 她还是无法原谅自己 可男主已经对这件事释怀了 操控北斗的另有其人 反倒是灵露的哥哥无法复活 从小就被父母实验的两兄妹死人 这不免让男主感到同情 灵露表示自己已经没有了目标 可话音刚落 她就发现角落偷看了 认为夏木的隐形术太拉了 带着眼睛的女主原形毕露 男主却是疑惑了 灵露看到这个熟悉的面团 认出夏木就是当初的乌鸟 不过在接下来的日子 灵露并没有在众人面前拆穿夏木声音设 反倒开始了恶作剧 让女主帮她提着30斤的书包 两人变成了灵露的母鳞 好腿 写作业 买给她最爱吃的棒棒糖 没错就是当初舔着拉丝的那种 夏木身份成为了灵露要挟的板 男主和女主也彻底被坏了 可到了房间 灵露也不打算放过她 甚至来到男生宿舍找男主 补槽男主的房间实在太乏味了 只有一件收藏两年半的老虎马甲克 居然没有小黄油这种东西 只有阿东却出卖了她 好东西都藏在柜子里 最后在男主的哀求下 灵露才肯放过男主 紧接着自己就提议要去女主夏木的房间 女主却是慌了 女孩子的闺房是谁想看就能看的 说着便连忙试试舒适 让小黑子去收拾房间 灵露却是不乐意了 只见空中爆发的光束 将小黑子给干干了 女主刚要溜走 可下一秒就被拖住 很显然自己的闺房 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快她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没想到小小的房间里 却藏着大大的结界 但这对于灵露来说 简直是小菜一碟 操控小黑子直接打开了房门 男主发现夏木的房间 跟自己差不多 灵露却发现柜子里的小黄油 可没想到柜子又施展一道结中间 阿东只知道 睡着弹飞了 解除结界就包在灵露身上 可阿东感觉就像做坏事想要先溜了 谁知女主已经爬到门口 最后男主看不下去 连忙叫阿空帮夏木解开束缚 这仿佛触碰到了女主的女人 猛逼的阿空直接被女主给打了 并且召唤出土域门的守护神碑 牛逼 第二天男主一觉醒来 发现了不对劲 阿空居然躲在被子里睡着了 解除了实体化 并且无法隐身 男主只好让阿空躲在家里 和众人一起上学 可阿空认为自己应该在男主身边 穿上了男主收藏两年半的老虎马甲克 甚至还对男主的气味回味无群 来到学校的阿空开始了暗中观察 毛茸茸的尾巴碰到别人的大口 一时间 食堂的同学们都被摸了个遍 男主和众人确实猛逼了 同学们更是说出了老虎 慌忙的阿空确实溜了 眼镜蓝看到阿空 下一秒就被打赢了 逃跑的途中 老虎马甲克刚好被林露看了 想到今天的幸运物正好是名为虎的东西 同时学校的广播上 传出老虎出现的船 越传越离谱 老师看到眼镜蓝躺在地上 更是哭得撕心裂肺 很快出魔局来了 十二神将的木刺狼都出动了 林露看到大事不好 他也想掺和一脚 便找到了阿空 两人开始了合作 这姿势看得我都想通了 很快他们出魔局的乌鸦就发现了他们 一瞬间木刺狼却是感到棘手了 我跳 你追 双方开始了追逐战 没想到木刺狼开始动真狗 关键时刻 林露和阿空却是 没有觉醒记忆的他被称为飞鸦 直到女孩北斗的死去男主 才彻底明白自己的感情 殊不知死去的北斗居然是被人操控的事实 而操控北斗的正是女主 为了每天能和男主见面 女主下目为此制造了名为北斗的母孩 因为自己是土育门家族继承人的原因 不得不在学校女扮男装 随着时间的推辞 女主的真实身份也被慢慢揭开 今天正好是学校的合宿日 上一秒男主还是兴高采练 下一秒两人彻底的母 他们本以为这次能逃过林露的纠缠 没想到却是逃不过 为了吃饭 同学们却开始利用小黑子杠过 男主却是做起了咖喱饭 不小心太用力 小黑子却是着火 反而女主这边却是行云流水 只有阿东却是把林露约到了小树林 拿开了自己两年半的绷带 这操作却是把林露惊呆了 阿东已经能完全掌控体内的灵脉 即使是阶段三的鬼话都能控制 而他体内的鬼正是林露死去的父亲所召唤 阿东表示自己不是因为陈年旧长 而是为了以后未来的事情做铺垫 男主和女主的敌人太多了 女主作为土域门的继承人 同时也被夜光的信徒给盯上 双脚会正是其中之一 其中代号为帝的老怪物名为卢乌道满 是活了几世纪的老怪物 那天晚上 恐怖的灵气让一辆小车车漂浮起 正是卢乌道满所操控 阿空也察觉到威胁 对方说出了意味深长的话 紧紧 此时林露却提议只要把阴阳厅的那件鸭鱼 就能辨别夏目是不是夜光转世 随后林露的提议却遭到了男主的反应 这天晚上 女主根本睡不着 转身发现男主看着他 双方都注视着自己 脸红的女主却想去泡个澡 男主才意识到自己忘记女主是女生 没想到在泡澡的途中 隔壁传来了欧派妹和林露的声音 两人开始了攀比 然而他们聊天的话题 却引起女主的注意 难以为情的林露却不知道怎么回答 林露也没有把夏目的身份告诉他 因为他也看出夏目喜欢男主 天 阿东却提议让夏目去表白 因为知道夏目就是北斗的身份 当初开学时就认出面前的女主 就是北斗所难 随后男主就被欧派妹叫到了小森林 并且准备帮林露说话 可话音刚落 却被林露打断了 当面指着男主有喜欢的女主 那个名为北斗的世神 男主当面承认自己的感情 不过操控北斗的世述者 却是找不到了 操纵是神必须拥有高超的技术 在学校中只有夏目符合要求 可男主想一下 根本不可能 只是他们的对话 也被暗中观察的夏目和阿东听见了 回家的路上 男主看到夏目头发上的断蛋 熟悉的画面映入脑海 这不是庙会上自己赢给北斗的断蛋吗 男主才意识到 原来北斗就是夏目 他一直都没有发现 梦里男主正和北斗约会 看到北斗头发上的断蛋 两人也松开了手 回过头发现却是夏目 男主这才被惊醒了 他不敢面对现在的项目 上课时总会偷偷看着他 甚至是回想起北斗的表情 夏目上课也会回头看向男主 男主却是脸红了 这好像是恋爱中互相暗恋的情节 两人却不敢主动承认 捅破这张纸 就连练习的时候 男主都是心不在焉 连基础的隐形术都没学会 每次训练项目都在旁边 女主感觉是不是男主疏远了自己 回到家 男主却又开始了回忆傻 那天自己拒绝了成为阴阳师的提议 委屈的北斗却是跑掉了 男主并没有追上去安慰他 回来时 反而看到男主跟林路亲上 委屈的北斗更难过了 而现在男主却不知道如何面对相遇 但是他不能再逃避 躺在床上的女主 也决定跟男主说出真相 第二天 两人一起出门 一路上男主却是脸红了 十分腼腆的他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后两人一拍即合说出双方的名字 然而却被突然出现的幼女学姐给打断了 男主却介绍起了学姐 上次去度假 男主又遇到了她 但是学姐已经忘记男主是谁 便召唤了阿空 摸起了尾巴 因为阿空是幼女 而学姐的爱好就是幼女 明摆着用阿空幼魂 对此学姐真是服了 男主询问了远程操控的术士问题 答应他可以摸阿空几下 没想到学姐却爱不是手 很快学姐也认识了下墨 此时另一边 一个符咒降在了校门口 木次郎也察觉到 就看到一只猫头鹰是神 正是那个活了几世纪的老怪物如无道蛮 对魔法学院发起了宣告 这是整部动漫最精彩的咒术规矩 活了几世纪的老怪物如无道蛮 突然造访魔法学院 本以为世上没有人是她的贵手 没想到大有老师的出现 却打破了局面 以一人之历历碗狂澜 用五行相克的术士上演史无前例的战斗 更是施展白鬼夜行中的地术 这一刻老怪物却是害怕 即便面前的男人曾经和她战斗 最后失去了一条土 她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但是对于超多生死的老怪物来说 这些术士并不能给你消灭 大有老师以消耗生命为代价全力 殊不知毁灭性的攻击后 发现对方居然不是人人 众人彻底震惊了 此时大有老师头发已被染成买 他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老怪物目的只有一个 想让魔法学校拿出名为真正的压力 正是最强阴阳师土日门夜光的绝醒 没想到这天老怪物如无道美 却在魔法学院开始了宣战 除魔局联盟开展会 让十二神将随时带你 在学校周围布置捷径 没想到得天 家却被偷了 恐怖的气息已经来临 老怪物如无道满 已经召唤无数装甲魔术物清除 很快黑色的液体开始吞噬整座学院 空气中开始蔓延死人的气息 男主一行人也被包围了 众人操控是神开展结界 便长让众人疏散到楼底 最后是阿东化为了果突破了围棋 很快他们来到了最高主 便长已经等会多时 开始施展土日门的结界 只要不走出结界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然如无道满的身影在废墟中出现 翻遍了整座校园都没找到压抑 女主却是召唤了守护神 对如无道满发起 然而下一年 守护神就被装甲魔术的丝线给五花大宝 他认为女主不免有点太弱 这条龙他毫不客气收下 此时大游老师出现了 丝毫没有把老怪物放在眼里 如无道满表示当初和大游老师交过手 并且不惜丢掉一条腿逃跑 而此次该如何选择 突然场面迸发出装甲魔术 席向大游老师的方向 仅仅一具严灵那些装甲 一瞬间就土工瓦解 两人开始了空前的咒术对峙 即便是使用五行中的术使 却对如无道满不起 大游老师把金木水果全部试了 如无道满也用相生相克的方式 化解了大游老师的攻击 没想到下一门 自己就被淹了 手杖落在了守护神的面前 这时如无道满才发现不对劲 摊在地上的大游老师 手上有一张符咒 爆发出金色光芒 解开了守护神的术骨 为此女主这才收回了神龙 而接下来 大游老师却开始涌场 分别召唤东西南北 象征四海的神灵 随着结印守势的尾声 夜光前世的地数开始显现 如无道满方的不是地数 而是面前这一坨诅咒 天空便呈现出 竹龙结界将如无道满复白 一时间 结界爆发强烈的雏灵气息 没想到如无道满的身影并没有消失 他虽然感到威胁 却不致命 战场被巨大的灵气扑付 看系的男主才意识到 这就是真正的咒术对决 更没想到如无道满会突然冲破 此时的大游老师依然在涌场 即使受伤了 他依然没有放弃 阵法即将破碎 疯狂的灵力席卷战场 不过好在大游老师也最终完成术实 只见强大的余波把大游老师先飞了 如无道满所在的方向 却是爆发毁灭性的咒术 然而等烟尘散去 大游老师的头发化为贪 拿着拐杖的如无道满并没有死 活了几世纪的老怪物竟是荒域 拥有这般实力的大游老师 不免让如无道满感叹 却向大游老师抛出了橄榄枝 此时大游老师的身体已经受伤严重 面对如无道满的邀请 他却是不以为 被拒绝的如无道满看到对方一点面子都不 就被惹恼了 随后大游老师更是扔出事实 这对于老怪物来说简直是耻辱 一开始大游老师就没想要来一场咒术对决 可下一秒才发现不对劲 高楼上分别出现了勾 这一切都在大游老师的掌控中 施展地数只是为了证明 卢乌道满是不是荒域 只见绿色的光束直冲云霄 形成了巨大五芒青 随后宛如天机武器的攻击纷纷降下 要将卢乌道满彻底修复 忽然大游老师再次结议 快速地飞向卢乌道满 将对方推开 两人飞到了高楼外 男女主却做出了反应 肘护神及时接住了大游老师 原来刚刚的攻击并不能完全消灭 反而降下众人所在的方向 说不定云霄云散 大游老师为此打断了术室 原来真正要修复卢乌道满 并不是大游老师 而是除魔局 此时十二神将的目次郎 已经赶到了现场 半死半活的卢乌道满 发现已经忘了 连忙撑开结界 目次郎的刀刃已经附魔成功 只见卢乌道满的身体 被劈成了人 众人以为对方被修复成功了 然而卢乌道满已经超脱了生死 毫不犹豫地用身体引发了自保 可等烟尘散去战场上 已经没有卢乌道满的气息 更没想到男主认识的幼女学姐 已经开始了复活术室 卢乌道满却是以灵魂的方式复活 这天学姐为了邀请阿鹏去逛街 看到学姐的架势位上 坐着一名猥琐的司机 男主却是愣住了 身后的小孩说的话 却让男主感到了奇怪 随后学姐开始有点遮遮掩掩 表示自己有事先溜了 可男主万万没想到面前的人 正是昨天策划袭击学院的始作俑主 被劈成两半的卢乌道满已经复活了 而学姐正是卢乌道满的徒弟 那天晚上他打开被符咒封印的箱子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 卢乌道满变成了正台 而在那一战后 大有老师被送往医院 最强阴阳式夜光的亚宇 早已经被土域门家竹取走 学校也被毁了 男主一行人只能在除魔局上课 训练的途中 男主不经试了夏老师的地数 这操作却是把同学们惊呆了 毕竟昨天老师只施展一次 男主就学会了 可等结印后 却是啥都没有 害得除魔局的前辈都有点慌 然而很快男主就被按在地上摩擦了 躺在地上的男主 却被对方嘲讽了 认为他还得练个两年半才有资格打败他 可回家的路上 男主却提议想去学校屋顶上的祭坛 因为祭坛和家族的祭坛一模一样 为此女主陪同男主一同前去 可没想到祭坛上却有个人 男主表明了没有为何 阿空化为了鬼火 负责开路 随着一阵阵鬼火亮起 黑暗中却出现一位粉红色的走范 看到男主的一刻 他却是感到异常的高兴 并且念出男女主的名字 脸红的女人介绍着自己 说着这个祭坛可是土玉门的咒术精彩 曾经这里也是最强阴阳师土玉门的夜光的四点 而学校的院长曾经是夜光底下的一名巫女 男主这才意识到 怪不得昨天看到院长能施展土玉门的结界 可男主根本不认识面前的女人 更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告诉他这些 第二天 男主决定在学校的图书馆调查资料 女主却是操控起了小黑子整理书籍 很快男主找到大有老师同届的资料 书中一个名叫早已女的名字 却感觉异常熟悉 前些天灵录好像提过 夜光的报告就是早已女写了 感到疑惑的男主来到了大有老师的住处 十二神将的神善刚好来探望 看他们有好的关系 才得知原来大有老师曾经也是十二神将的咒搜官 离开除魔局变成学院的老师 其实都是因为女主是夜光转世的身份 而院长以关心者的身份预知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可阿东只说对了一半 得到了大有老师的解释后 便告诉众人除魔局接着会消灭双脚棍 老怪物如无盗满虽然死了 但是有可能还没彻底消失 大有老师让众人不要答应 紧接着男主询问了昨天那个女人的来业 可大有老师却不认识 当男主说除早已女这个名字时 老师却是愣住 嘱咐这个女人不是善茶 殊不知男主已经见过几次 只是不知道学姐的来临 然而与此同时 除魔局这边已经开始了剿灭行动 负责保护男主的十二神剑 却是当初戴着墨镜的男人 男人上一秒是展出无想的异道 可下一秒却倒在了糟老头子面前 肾虚的男人却变成粉色的短发 老头却是傻逼了 至于战场上为什么会发生激烈的战斗 还得重头说起 活了几世纪的盗蛮法师陨落后 据点也被除魔局剿灭了 然而双脚会的成员 几乎都是夜光的信徒 信徒为了觉醒夜光 更是绑架了女主 只因她在外界被称为 最强阴阳师夜光的转生者 为了复活夜光 他们几乎陷入了疯狂 现在他们正面凌除魔局的进攻 男人作为领导者 表示让大家别慌 等会有人会制造灵灾 他们就可以争取时间顺利逃走 没想到在男人的洗脑下 那些陷入疯狂的信徒 甚至跑到战场上献出了生命 男人最后接到线人的电话 也就是除魔局的内部 在得知双脚会的全军覆灭后 知道制造灵灾的事态 已经不能阻止 下一秒 男人反应过来时 已经领了盒饭 没想到除魔局的内部 居然是咒搜部的比良 为了保险比良决定亲自出手 绝对不能让男人被除魔局抓住 可当他拿起手机报告时 身后却出现一个人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面前的人居然是自己的上司 十二神将中的神善 比良本以为隐藏得很完美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神善更没想到比良会解决自己同伴 说夜光的信徒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疯狂 那么现在的比良只能拘禁神善了 再进行洗脑 把他变成夜光的信物 可忽然 神善只说了一句话 比良手中的枪支竟然听话地从手中脱落 掏出符咒动作也变缓了许多 只见丢出的符咒在空中就烧成了灰 这是比甲种延龄更高级的存在 别看神善什么都没走 手中的扇子的内侧满是符文 眼看比良成为待宰的羔羊 说中的 恐怖的灵力差点把神善吹飞了 为了抵挡对方的威压 神善口中念出广目天王的真言 瞬间召唤大量洪水淹没整个战场 只见巴赖童子为了不让比良受到伤害 用身体挡住了这次攻击 随即施展无响的一刀劈开了神善的术室 紫色的光芒直击神善的方向 幸亏神善躲得快差点被劈成两半 随后神善也召唤了两只是神经式和影子 命令他们去跟巴赖童子硬钢 可两种弑神的体型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巴赖童子仅仅念出一个咒 就将神善的弑神击退了数据 金氏如同破烂被巴赖童子殴打 乘圣追击的影子 也被巴赖童子一招一秒 即便神善的符咒都攻向比良 身边却还有一只巴赖童子帮他掩护 可诡异的是 比良的背后再次出现了符咒 神善本以为得手了 下一秒 比良身边又出现了一只弑神 帮他抵挡了攻击 比良却是手下留情 这种伶牙根本不是他能抗衡的存在 神善才得知比良根本和夜光的信徒不一样 那些疯狂的信徒为了让夜光觉醒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比良很憎恨那些人 原本双脚会本是继承夜光的遗志存在 没想到沦落成了愚昧无知的狂热者的鸡头 然而在跟神善对话的图中 比良却把双脚会的秘密说了出来 其实继承夜光的遗志被分为两个派 一个是双脚会 另一个则是咒术学院 说曾经自己也是学院中的一名殿生 比良才意识到不对 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对巴赖童子下出的指令 然而却没有反应 神善却是摊牌了 表示比良已经在他的术室中 背后出现了扇子 正是他被操控的原因 在幻术世界里一切都是假的 说明江还是老的辣 比良最终还是输了 倒在地上的他身体却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一个女人 面前的神善却是惊呆了 可等到回到除魔局 神善跟上司报告时 得知女人居然是部长的人 好家伙 玩无见到是吧 神善更没想到 部长也是夜光的信徒之一 得知真相的神善直接不干了 这是动漫中女主最无助的一击 她的真实身份都被袒幕无语 还被一个变态男 拿着太刀戳来戳去 一边的废物男人 却是被一脚踢飞了 无法忍受的 他体内的封印开始松动 脸上的六芒星 是女主用舌头给他画上的标记 下一秒 男主却觉醒了通透世界 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看到 甚至可以看到外界正发生着灵灾 可当男主回过神时 变态的刀刃已经落下 男主却是召唤一抛尿 滋在变态的脸上 伤害不高 侮辱性极强 不仅要往脸上滋 还要往鞋上尿 随后将其引爆 这一刻他变成了护气狂木 而女主衣服为什么破烂不堪 并不是被撕碎 看完你就会明白 这就要从前面的两小时半说起 来到除魔局上课的男主 得知负责护卫的他们 居然是十二神将的墨敬男 他被称为除魔局的专属变态狂 传言 墨敬男把降服的鬼收为了世神 无聊时都会给世神一套拳打脚踢 而在普通人眼里 墨敬男就像是在打空气 这变态的组合让大家吸一口冷气 可现在的墨敬男却是先溜了 让自己的世神血肺帮大家看管 隐藏在除魔局的内鬼却是不装了 知道女主是最强阴阳师转世后 想让女主注射灵力解放灵灾 殊不知蹲在远处的血肺已经蠢蠢欲动 可下一秒 男人就领了盒饭 众人却是惊呆了 面前的血肺反复舔着刀背 询问男人手上的气卷 男人却仅剩一口气 当他握住气聚时 血肺却是将男人手给戳穿 血液留在了气聚上 一时间地底爆发出灵脉 将血肺吞噬了 狐狸阿空察觉到不对劲 连忙将众人扑在了地上 胀气瞬间席卷整个除魔局 那些阶段三的魔物都出现了 可当众人逃走时 魔物上方却出现了血肺 他已经被灵灾所感染失控 把男主当作目标 女主召唤土狱门的守护神 却一口将血肺缩下了 趁这个时间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可很快血肺就挣脱了守护神的束缚 找到了男主 而这栋楼守护神根本进不来 男主他们就像是带的包养 而就在这时 化为鬼的阿东却出现了 打在血肺身上的攻击 却是刮杀 阿东就被踢飞了 即便使用符咒 都对血肺造成不了伤害 女主再次召唤守护神 然而却不能消灭血肺 没想到守护神的出现 却引起血肺的兴奋 手中的太刀插在神龙的脑壳上 太刀正是传说中原式的 传家保命为鬼妾 女主为此收回了守护神 刚刚对守护神的伤害也影响到他 可血肺十分恼怒 叫女主把门放住 阿东连忙牵制 事到如今 他们只能逃跑 失控的血肺目标改成了女主 为了阻止他 众人在路上安置了陷阱 由于血条太厚 血肺根本打不死 随后男主和女主跑到了另一栋 发现学院的学生都躲在这里 可下一年 门就被劈成了两半 血肺玩具味地表示 想把女主的守护神杀了 促冲而来的血肺突然发起攻击 关键时刻 胆来的阿东丢出了缠杖 男主也同时做出了反应 两人的刀刃碰撞的那一刻 缠杖却是断了 幸亏阿空及时推开了男主 可是身后的女主 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气流打在他的身上 他的衣服破碎了 而这一幕都被同学们禁收眼底 原来下幕一直是女生 于是就有开头发生的事情 变成护戚狂魔的男主想到了半夜 两人跑到了外面 互相拉扯 血肺也被引到了外面 男主用符咒试展出四海神灵的地术 闻言真是从老师身上学到的 虽然他只看过一次 但是这次男主却是成功了 把一切结应勇唱完后 血肺就被镶在了墙里 众人发现男主的身后出现了魔物 可男主却是一脸干顶 让对方连同阿空一起吃了 没想到 魔物却转换成了灵力 绿色的草地上掀起巨大的鬼火 血肺再次起身 感到异常的兴奋 男主念出五行中的咒术 将一身的鬼火 引到手中的缠炸 将其投射到血肺所在的方向 一时间天空中发出强烈的光芒 血肺的身影消失了 只留下那把太刀 众人看到男主凭借一己之力击败了对方 瞬间被同学们包围了 可欧派姐却一点都不高兴 原来小时候和他约定的不是女主下午 而是男主春午 这一刻他却是绷不住 可是男主已经忘记了 女扮男装的事情只有男主和阿东知道 上课时男主看到女主心不在焉 下课时男主就找到欧派妹 帮女主说了对不起 女扮男装只是因为家规 不是故意瞒着她 可欧派妹却把小时候事情告诉了男主 说她在土育门遇到了一个男孩 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她 也就是一见钟情了 她清楚地记得 那个人一定是男孩 她只是忘记了容貌 迟顿的男主才意识过 家族里只有她是男孩 原来自己是欧派妹喜欢的人 可是男主早已经忘了 回到作为欧派妹却是脸红了 是林璐的出现打断了她 表示看不懂男主 不过对于女主女扮男装这件事 她倒是早有怀疑 男主喜欢的女孩北斗正是女主 上次两人并没有承认 说着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当欧派妹看到这张花火大会 这不就是解释的好机会 为了感谢林璐 欧派妹为此奖励她一下 回到房间的男主根本睡不着 她也不知道自己会忘掉欧派妹的约定 可到了第二天 一条短信却是让她猛逼 直到来到学院的大厅她才知道 屏幕上的新闻说着 名门世家的土屋门被一把火烧了 原因却是不明 老人活了一千岁 可今天她却不活了 身体不仅被劈成两半 就连灵魂也灰飞烟灭了 为何一个糟老头子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 只因自己年迈的身躯早已经不是人类 而是以灵存在的荒域魂 被世人称为道蛮法师的她 以强硬的姿态挑战咒术学院 没想到在大有老师的咒术对决中 暗中的双脚会为了封住到蛮法师的体 早已设下了陷阱 导致她陨落了 为了就是不让她说出 最强阴阳是土屋门夜光的命名 而在那之后 除魔局消灭了双脚会的具体 那些都是信仰夜光的疯子 隐藏在除魔局的内鬼比良多 真实身份却是粉头发的女人 而她也是夜光的信徒 此信徒非比信徒 十二神将的神尚回来除魔局报告时 可万万没想到 被她打败的粉头发的女人 居然是上司的卧底 可这玩无见到呢 这是哪一出啊 没想到除魔局的部长 也是夜光的信徒 对此她是征服了 只留下一个被烧毁的扇子 说明她不干了 女人却在这时提出事后 觉醒夜光的记忆 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这天晚上 土屋门家主便感觉到 面前的不速之客 她正是十二神将的独立处 灵官结结基 表示要拘禁女主的父亲 他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夜光的觉醒 踏进门的一刻 那些宛如燕子的弑神发起了攻击 一时间 那些飞燕全部化为了灰 土屋门家主身后 却出现一位女人 并且丢出一张画了两年段的闪电符咒 突然那张符咒爆发出强烈的光光 周围的雷兽也消失了 然而结界基 却是用结界保护了众人 女人是除魔局的前辈 也是秋叶元的闪电小母鸡 可是结界基 根本不认识她 说着便踏出了护盾外 开始涌唱咒术 然而闪电小母鸡的灭 没想到结界基也不是吃素 本以为胜圈在握的小母鸡 下一命 一道无形的压力让自己动弹不得 结界被打破了 得到了家主的同意后 闪电小母鸡也开始发烈 身体散发出雷电 解开了对方的束缚 随后念出帝是天的真言 将体内的士神召化而出 只见庞大的能量正习向结界基 灵力十分强大的轰击下 结界基都退了束缚 然而还是被抵挡住了 他在结界上的造诣已经炉火纯青 两人再次被结界束缚 可当结界基回头 他的手下已经全部被撂倒 大叔正是闪电小母鸡的老公 可不管结界基怎么使用束缚 结界的束缚却对大叔无效化 难以置信的他反复尝试 便使用明灭的结界 大叔身体却化为一张纸 再次回过头时 背后的两人已经被松绑了 可结界基的身后 又出现了一个男人 他也是十二神将之一的炎魔 吩咐结界基在这个区域施展结界 双方人员准备来一场大战 以防波及到隔壁的村庄 可到了第二天 服御门的家族全部被一场大火烧了 可男主并不担心 早在之前父亲就给他报了平安 父亲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礼物 可这边除魔局的部长接到了炎魔的电话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个被消灭的老怪物盗满法师再次复活 身体变成了正态 盗满再次来到大友老师的面前 这是我见过最虐心的告别 少女从未这么喜欢一个人 甚至是牺牲自己来唤醒男主 临死前他把所有秘密谈录无遗了 在六岁前他就已经爱上了男主 墙上贴满了两人的合照 直到有一天 男主却再也没跟他玩了 初中时父亲就立下了家规 他必须以女扮男装的方式上学 每天想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什么时候能和男主见面 和他定下的约定什么时候能实现 这也成为他心灵上唯一的寄托 某一天他意外看到漫画书里的女孩 曾经男主在他面前说很喜欢他 于是他下意识地想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连忙用剪刀刻画出符纸 练出自己独创的人体术史 那个在漫画书的女孩被他制造而出 仅靠意念就能操控对方 从此女孩取名为北斗 他想用北斗的身份在男主身边 而现在起 他就拥有了两个身份 第一次操控北斗看到男主时 更加不知所措 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接近男主 每次都先溜了 有时候还偷偷跟踪男主 不过每次都被发现了 男主的生活突然被这位奇怪的女孩闯过了 在这991天里 男主不断地询问女孩的行为 北斗却是害羞地跑掉 最终女主也下定了决心 看到男主也不跑了 两人一番自我介绍后 第一次的牵手 却是在一片平平无奇的向日葵花园里 北斗的笑容和向日葵一样灿烂 他每天都会出现在男主视野里 并且劝男主成为阴阳师 他的存在贯穿了男主的初中生活 两人会在庙会中约会 想要的 男主都会赢下奖品送给他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多久 在那个雨天 北斗却帮男主挡下攻击 他身体正在慢慢消散 仅剩最后的一口气说了喜欢 变成了一张符纸 北斗死后 男主为了成为阴阳师 没有见鬼的能力 他只能成为女主的试神 之后在咒术学院学习中 意外发现女主头发上的断带 和北斗一模一样 而这只是猜测 第二天 两人约定去看烟花 清晨两人就炫了两个冰激凌 换作是北斗的人格 肯定会把男主那份演示了 这句话 男主却没想到他为什么知道 而女主决定在晚上 看烟花的时候说出真相 与此同时 除魔局这边已经得到消息 土玉门下目女主是女人身 也就是他们彻底被骗了 局长说出土玉门的秘心 当年土玉门家主解读了自己的心象 得知即将出生的孩子 是最强阴阳师夜光的转世 当时自己就在现场 肚子里孩子带有一丝阳刚之气 而女主下目所谓的家规 是用来猛逼外界的障眼法 女主的人生也成为男主的替代品 土玉门家主并不希望夜光崛起 听到秘密的多鬼子更加生气了 夜幕降临 男主一行人看着烟花 欧派妹为女主制造机会 他想把北斗的身份告诉男主 途中看到的场景 好像似曾相识 微风拂过女主的断带 这一刻 男主的猜测得到了答案 然而却被突然出现了多鬼子打断 并且表达自己的来意 他想让男主觉醒 这样男主就能和他们成为同伴 只见他的手中拿着压语 可还没等男主拒绝 多鬼子就想破开男主身上的咒服 一时间 男主开始头痛欲裂 可多鬼子依旧在眼上 眼角上的五角星 却是在这一刻被烈焰烧着 就连身旁的阿空都消失了 为了阻止对方 男主身后又出现一个人 他也是夜光信徒中的一员 即便使用符咒都对男人不起作用 召化而出的神龙 却是被一脚给踢飞了 实力根本不是一个档词 念出的符咒 直接把守护神给吹飞了 此时一道符咒即将打断多鬼子 然而又被突然出现的男人给挡住 灵鹿和阿东也出现了 可是都不是男人的对手 于是多鬼子说出了男主 才是夜光的事实 他认为土育门家主一直都是错 抹去了男主身上的诅咒 将龙中的鸭羽放了出来 这是神话当中的八指物 是一只巨大乌鸦 只见那只乌鸦和男主融合在了一起 身上的灵力却是撑不住了 鸭羽是一件外套 吸附在男主的身上 而这一刻男主开始爆发 女主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失去控制的男主往高空飞去 为了男主的安危 女主再次召唤守护神隐鹿 并且乘坐雪峰追上男主 可男主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只见守护神即将接触到他 突然胳膊上的羽毛 却爆发出无数只黑色的语刺 守护神却是被一击给伴了一样 男主让女主快点走开 这样下去会杀掉他的 随后众人也来帮助女主 开始了追逐战 他想到自己赋予男主见鬼的灵力 就是男主灵力不稳定的云音 于是他再次用血液抹上了香唇 失控的男主 再次对女主发动了攻击 那些黑色的语刺不断地起来 女主果断从高空跳下 以凡人之躯抵挡那些语刺 解开自己和男主视神的约定 来到了男主的身边 临死前他终于亲上所爱之人 眼角上的五角星被消除了 男主的失控才得以恢复 然而女主却已经奄奄一息了 承认自己就是北斗 扮演北斗只是为了能在他身边 可是现在 这个女人却第二次为他而死 用了最后一口气说了一句话 而女主也彻底没了气息 天空中只剩下男主的哀嚎 原来扮演北斗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是他 代替他背负整个家族的重任也是他 天空中只剩下男主的哀嚎 可不管怎么治疗都不起作用 女主身体的余温却在一直下降 众人感到实 却没想到夏目已经死了 他们当时看到女主身体被无数只语词贯穿 可现在只有劝他 都被他打黑了数年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法冷静的 他根本不承认自己就是最强阴阳师夜光转世 并不相信女主就这样死 可知有的提醒 却无时无刻打醒男主 然而此话一出 却让男主想出了复活术史 可不料 触摸局已经来了 十几辆卡车飞驰而来 并且命令逮捕男主 然而男主已经穿上鸭鱼 抱着女主冰冷的尸体往天上飞去 没有完全觉醒记忆的男主 实力根本没有回复到当年最强阴阳师的水平 只见凭空出现的燕子是神 对男主发起了攻击 那些是神话作丽人 不断地往男主方向吸取 可男主压语发出的语刺却都被折扰 这不是自动回避 而是远程操控 可很快男主就被弑神包围将其束缚 男主则是念出了术士 一团火焰将自己包围 飞到了一栋大楼中 阿东和陵路却紧随其后 无法冷静下来的男主 询问身后的陵路 那个复活术士的泰山府军记 就像当初复活他哥哥一样 然而却被陵路拒绝了 当初自己的仪式就是被男主阻止的 而现在却想这种方式复活项目 虽然自己心里也喜欢男主 可是他觉得男主很自私 然而下一秒 一个男人出现了 陵路却是害怕了 面前的男人是陵路的爸爸 死去的父亲却出现在自己面前 阿东体内的鬼也是他眷属 而现在他的名字改成了夜叉丸 却称为男主为夜光大人 扬言自己曾经辅佐过男主 听到父亲的话 陵路表示抗议 可父亲却对陵路抛出橄榄枝 他不仅知道陵路喜欢男主 让他把男主邀请到他们的阵营 说刚刚的燕子侍神是他召唤的 通过这只猫头鹰 得知男主实力和记忆并没有恢复 在阿东询问下 陵路的父亲是像马多鬼子人 然而下一秒 化为鬼的阿东就被打飞了 只见男主丢出的扶重 男人疯狂走位 这些攻击简直对他小菜一碟 紧接着闪现到男主身后 可当男主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被打飞了 同样阿东也被打在远处的墙上 男主则是被压制在地上 没有记忆的男主就如同废物一般 打完之后 陵路的父亲还绅士地道歉 为了补偿男主 他愿意施展泰山府军纪复活女主下目 男主感觉心里终于有一点希望 而陵路的父亲就是自身的暗铃 明明他在两年前就死了 可是代价往往都是等价交换 对方表示女主的复活时间是有限制的 让男主考虑一下 然而下一秒 触摸局已经包围了他们 为了复活下目 男主必须去敌人的阵营一趟 与此同时 男主的父亲得到消息时 女主已经死了 同人回到了学院 唯独男主留在了触摸局 而女主的身体被放在了安灵室 作为老师的大友正看到下目的尸体时 却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可下一秒 一到白光 大友老师已经消失了 拿着拐杖一瘸一拐前往触摸局的路上 即便自己是退役的咒搜官 他都要把触摸局翻了 手上和他通话的正式和安倍晴明其名的卢武道满 上次咒术的对决大友老师险胜了 卢武道满并没有被彻底消灭 而是被学姐复活了 变成了一个正才 并且再次来到大友老师的面前 答应他完成一个愿望 而现在时机到了 很快 一个小孩拖着行李箱 来到了大友老师身旁 一人一魂没想到会成为朋友 然而与此同时 来到除魔局的男主 看到了欧派妹的父亲 正是除魔局的领袖 询问了关于复活女主下目的问题 这是违反世间规则的事情 林璐的父亲为此给男主化了大饼 可以完整的复活女主 复活术式的泰山武军纪有很多种 可男主的转生并不简单 他们想知道当年 男主还是土玉门夜光时 那个咒术所带来的巨大灵灾 这是比泰山武军纪更高级的咒术 而接下来男主的记忆就会觉醒 会成为土玉门的下一任当家 男主根本不知道 曾经自己有多门牛逼 上一世的他统治世间的各种咒术 更是创造出地式阴阳术 但是并不都是夜光的功劳 那个时期的土玉门夜光 不仅对其他势力进行调查 和筛选完善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咒术体系 分别是苍桥世家 还有已经消失的象马一体 而他们愿意再次俯首称臣 术左男主完成前世的夙愿 所以小时候男主就被寄养在分家 而夏姆却成为他的替死鬼 一个电话响了 大友老师和盗满已经来了 一时间内 触摸局已经被入侵了 当结界机看到面前的小孩 却是惊呆了 只见盗满的行李箱打开了 里面藏着可怕的东西 对方明明之前被木刺狼消灭 结界机却是害怕 突然到满身后的行李箱中 迸发出无数只邪恶的鬼 当结界机反应过来时 身后的阴阳厅已经被鬼魂吞噬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五角星降临整个触摸局 可没想到烈火熄灭后 十二神将的炎魔却出现了 战斗一触即发 炎魔只能全力以赴用火 借咒抵挡到满的无数鬼魂 而大友老师这边 却是遇到了十二神将的墨镜男鬼餐 只见大友老师脚下掀起模仿阵 瞬间幻化成鲨鱼席向对方 鬼餐则是跳向空中 念出的咒却是将鲨鱼化解掉了 表示这一天他等了好久 拿出当初大友老师 对付盗满的一样的诅咒评句 就是这妥想 这操作却是把大友老师看待了 当着他的面模仿自己的术士 将眼洒在墙上 然而大友老师却是不以为意 仅仅用两张符咒就抵挡对方的攻击 随后鬼餐再次念出 不动冥王的火界中 脚下演变成一片火海 可下一秒大友老师就被一道绿色的节节包 鬼餐却感到慎重 当火海淹没大友老师时 却是一根毛都没掉 离谱的是他居然在火海中冲浪 脚下召唤的火龙打在大友老师身上时 他的身体却是消失了 作为曾经的十二神将 大友老师几乎是整个除魔局顶尖的阴阳师 而暗影正是他的代号 既然对方这么执迷不 那他作为前辈 也要教训一下眼前的墨镜兰 火海瞬间消失了 大友老师拿着拐杖不断挥砍 刚刚一直嘚瑟的鬼餐只能趴在地上 每一次挥砍 旁边的建筑都会出现一条裂缝 早在之前 大友老师就警告过他 不要欺负自己的学生 此时的鬼餐嘴角都渗透出血 只是说出了一个字 地上出现了符咒 忽然出现黑色的金色 与此同时 阿东林路等人也来到除魔局的外处 准备制定计划营救男主 此时的男主还是犹豫不决 除魔局不仅可以对他俯首称臣 还能复活下目 一切以觉醒土玉门夜光为前提 就在男主准备同意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阿空制止了 表示男主千万不能相信这些人 男主的存在对他们或许只是利用了 可是现在复活下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没有认清自己的男主 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阿空让男主好好回忆这些人 不择手段的面子 总而言之就是嘴尊之数 灵魂咒术的权威真正拥有者 是男主前世的自己 只有土玉门夜光 才能完整的施展泰山的军纪 这一刻男主也下定了决心 突然夜叉完便感觉不对劲 没想到突破除魔局的存为 不是卢乌盗马 也不是大友老师 而是这位不起眼的四眼仔白之天马 在学姐的教导下 他成功潜入了除魔局 平日里的他总是没有存在感 失去双亲的他就像是路边的小时候 于是他将自己的存在完全平靡 像傀儡一样深入除魔局 即便身边都是盗马的鬼魂 都对他不起作用 来到关押亚羽的禁区 连忙拿出符咒将细绳斩奔 随后夜阿宇解开了龙中束缚 拴着天马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而男主这边该如何突破重围 夜叉完反应过来时 看到窗外有一个身影 是阿东骑着雪峰找到了男主 直接冲破了窗户 脚下掉出了一本书 看来关键时刻还得看着有 就在阿东准备掳走男主的同时 夜叉完和苍乔准备施展咒术 可底下的灵路已经做好了准备 将隐藏的术室爆发而出 一瞬间那本书干扰了全场 他们的术室也被打断了 阿东和男主顺利逃出升天 同时欧派妹和灵路刚好接应男主 可下一秒 夜叉完追上来了 天马和鸭鱼也刚好不及 夜叉完不让鸭鱼和男主接触 可自己一瞬间被拉入黑暗 转身看到了 却是现任土育门家主正是男主的父亲 黑暗消失后 男主一行人已经逃之夭夭 大友老师这边也接近尾声 得知男主已经解救 他也要溜了 临走前 大友老师还不忘送他一个神光 平日里戴着墨镜十分潇洒 现在就有多狼狈 再过一百年 还是打不过面前的大友老师 这是当年上线两年半就被禁播的动漫 老婆死了 自己的狐狸是神也死了 男主的左眼也没了 他们的遭遇也将在这集迎来大结局 只因这一切的导火索 都是因为男主最强阴阳师的身份 跑离战场的众人都知道 男主要去复活女主 可下一秒就遭到了拒绝 是十二神将之一的木次王 表示不能让男主施展护活禁术 身后大友老师也出现了 此时欧派妹却开始觉醒家族独有的占星术 一身正义感的木次郎只有自己的历程 因为 这是苍桥世家独有的占星术 解读星象的他看到下幕的灵魂没有消失 也就是说女主正等着男主去救他 这个世界禁术只是被人制定规罪的物理 同时身后的大友老师得知下幕还有希望能做出了决定 只见一团福祉包围的木次郎 当他化解掉幻术 男主已经在前往下幕的路上 木次郎则是挥出一道剑气飞了不去 却被鸭鱼挡住了 身后还有小黑 铃鲁副则断后 男主则是一个人穿上鸭鱼 前往下幕的方向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十二神将的鬼餐却在这里等候已久 认为只要把男主打餐 大友老师就会出现 因为上一集他被大友老师狂吐 鬼餐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找男主谢谢粉 开始了他的不可一世的嘲讽 没有完全觉醒记忆的男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施展了两道符咒将对方彻底包裹 可对方拿着太刀轻轻地划开了结节 男主便让阿空留下对付他 然而男主飞行的蓝蓝 自己就被赶飞了 鬼餐的脚已经附魔上了灵脉 跑得非常的快 阿空看到消失的结节 敌人已经不见踪影 面对鬼餐的纠缠 男主只能吃力运动 对方更是施展了火戒咒 放出狠话药将鸭鱼修行 赶来的阿东飞速地往男主飞去 此时的男主使用五行中的术石 召唤大量洪水 打在火戒咒身上却是大雨点响 即将被火戒咒抓住的男主 以为自己死定了 可等男主回过时 看到远处的阿空打仗了鬼餐的势 一只匕首插在鬼餐手臂上 然而下一年 阿空就被甩飞了 只见鬼餐抽出太刀了 只见那匹太刀贯穿了阿空的身体 赶来的男主想去抱住阿空 却被鸭鱼制止 没想到男主根本不顾敌人的危险 剪开了鸭鱼 来到了阿东的面前 只见鬼餐的刀刃准备落下 一生手起刀落 血液流在了阿东的脸颊上 睁开眼睛的阿空看到男主的样子 却感到无比的心疼 可下一年 男主再次被闪顶击飞了 这句话却唤醒男主的前世的记忆 阿空就是前世的飞车丸 为了等待即将转世的男主 他等了一千年 那时候自己和男主相悟 是在土育门的禁闭室 当时的阿空还是狐狸少年 身为土育门夜光的男主 牵着他离开永远没有阳光的房子 也是在这时候他成为男主的事实 而他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值得 一时间阿空的记忆全部被唤醒 他的身体迅速发生变化 鬼餐察觉到不对 连忙施展火界咒 可是都被阿空所遇到 便召唤出手中太刀的剑 命令他干掉男主 正是当初被男主打败的变态男主 为了保护男主 阿空必须解除第二道封印 但是以前和男主的记忆就会消失 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施展了解封咒数 身体再次发生了变化 一道璀璨蓝色光芒直冲营销 这才是阿空真正的能量 简称欲解形飞车丸 只是一具严铃 身边的鬼火就飞向对方 这一招是挡住 当鬼参反应过来 只见阿空以左手围攻右手围剑 这一击下去捕他半死对 然而一旁的徐佩却死心了 拿着刀准备结束男主的身份 可没想到起身的鬼残 根本不让他过去 只见雪肺的刀刃即将落下 危险时刻的0.01 各断臂的男人出现 手握妖刀制止对方 而他正是男主前世的弑神之一 名为绞型鬼 雪肺在他眼里就是小角色 直接将对方甩了对手 前世的左膀右臂都来到男主身边 鬼参看到局势不对 打不惯了 就先溜了 为了男主的安危 绞型鬼扯下胳膊上一块骨 把男主包扎一下 两个是神再次恭候 谷于明夜光的骨 鸭语降落在男主胳膊上 男主的眼神彻底变了 这一刻 他才知道男主彻底不及记忆 像马多鬼主再次见到男主时 他已经知道男主已经是同意的夜光 夏木的死他也有 但是隔壁已经产生了 合作恐怕是无望的 男主见不了夏木 他们来到同意的祭坛上 雪姐已经等候遇见 男主施展出赴博树式的泰山的军绩 只见金色的门帘 降临在夏木身上 当夏木睁开眼睛时 终于看到了男主 男主再次询问 男主为什么要退到身 一切的开端都是因为血 夏木确实害羞了 感谢观看